那只是說接下來的下一步棋啊 黑棋到底應該要怎麼下呢 我覺得也是今天這盤棋的一個非常精華的一個重點 哈囉各位棋友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要來跟大家來分享 一盤非常有意思的一盤棋 那這盤棋呢是取自AlphaGo Zero的一個自戰對決 這盤棋呢我們就趕快來看一下這盤棋的內容吧 黑棋呢是這個AlphaGo Zero 也是目前地表最強的圍棋AI 白棋也是AlphaGo 但是他就是在早期剛出來的時候 對陣李四十的那個版本 那這個地方啊順便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就是 AlphaGo李四十的版本 他的這個學習啊 是學習人類的棋譜 等於是就是把很多人類的棋譜呢 然後輸入進去 所以 從AlphaGo李四十的版本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比較人類的感覺啦 那至於AlphaGo Zero 他就是完全是自己學習 所以說他的下法 我覺得可能也會比較特別一點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目前現在這個局面 現在走到這裡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AlphaGo李四十的版本 非常有人類的感覺 一開始就走了一個中國流布局 那這個其實AI的對局裡面啊 像這種的布局其實很少見 因為一般來講 比較下的比較多的可能就是什麼 惡連星 就是這種開局可能大家看的比較多一點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ZERO對於中國流到底應該要怎麼走比較好 以前我們人類的學習啊會覺得說 這個棋一般來講就是從這邊掛角 從寬的地方去掛角 或者是說呢我從這邊掛角 其實也是一個選擇 好那對於這個ZERO 我相信大家應該是不陌生啦 就是這班棋他直接點33 然後接下來呢 白棋就擋這個 然後找這個 然後搬 那這個地方因為這個AlphaGo李四十的版本 算是比較早期的AI 所以在那個時候呢 他的下法比較就是 就是早期對付珊珊的一種走法 那一般來講對於像這個點33啊 可能比較多的下法 可能是會考慮走這個 好搶個先手 然後黑棋可能飛一個之後呢 白棋再選擇手吧 這是一種第一種應對 又或者是呢可以走這個 米式飛刀比較複雜的一個變化 好那實戰呢我們就 回到這個地方來 好接下來走到這個局面之後 K棋在這個地方點一個 是一個後續的一個下法 那接下來呢面對這個點 白棋首先第一個感覺就是 如果去黏的話 那這樣的感覺 感覺就是被黑棋給便宜到了 等於是這個棋子人家走在外面 你走在裡面 而且這個白棋的形狀 顯得有點相當笨重的感覺 好所以說面對這個點 那白棋當然是選擇反擊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是有這樣的感覺 那只是說接下來的下一步棋啊 黑棋到底應該要怎麼下呢 我覺得也是今天這盤棋的一個 非常精華的一個重點 好那這個地方呢我建議大家可以先在影片先按個暫停 先想一下 想好呢我們再公佈正確答案 好不知道各位想出來了嗎 這時候呢這個黑棋啊 到底怎麼下比較好 這時候的黑棋 阿發哥只有把棋子直接 找到了這個 上來 哇 那這部騎士實在是非常非常的驚爆我的眼球 就是這個騎士竟然是從天而降直接拍在騎盤上的中間 那這個地方呢 我自己首先第一個思考啊 如果你簡單這樣走 那白騎可能簡單防守 然後這個地方不知道就是後續應該怎麼走 那實戰的這個ZERO是下在這個位子上 那這個位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實戰的進程是對於這個地方 我相信李四十的版本應該也是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幹嘛 所以實戰的就選擇手把先去走右上角 然後呢 黑騎爬 好 這也是一個三三的病死手把 好 大家也可以就是記一下 然後黏完之後的白騎把這個騎士飛翔 再回到這個地方來 那ZERO給出我們他的一個想法 好 這時候呢 ZERO就是 他也不是馬上直接去斷 因為這個斷可以先立一個 他是有點先手 因為如果這被跳下去的話太大了 所以黑騎可能要打 那這一擋之後呢 白騎再一跳就可以吃掉這兩顆騎士 所以說你如果直接斷 是不成立的 所以黑騎怎麼辦呢 黑騎也不是要去斷他 黑騎是在這邊跳了一個 就是威脅你這個地方 你要不要補這個斷點 因為你如果不補 我這再一斷 那你這些騎士啊 就比剛剛更危險 那所以說面對這個黑騎跳 那白騎應該怎麼走呢 白騎如果是 首先白騎如果是 防守在這個地方的話 那黑騎呢 接下來也不是要馬上直接斷喔 黑騎在外面 繼續威脅你這個斷點 那你到底補不補呢 白騎這時候呢 當然就無奈的 只能去把這個騎接起來 因為這個騎 試圖如果要衝出來的話 這個黑騎是可以跟著查 那白騎在這個地方走 其實都幫黑騎在外面啊 走得更好 所以面對這樣的一個形狀的時候啊 白騎還是就老老實實的把它接起來吧 那騎取進行致詞 其實透過這幾下 我們就可以感受到這個 當初阿發哥ZERO 把這個騎子放在這裡 他的一個真正的一個用意 就是面對白騎原本啊 他有一個不錯的一個外視 接下來呢透過這幾下走到之後呢 就已經發現白騎原本 白茫茫的一個外視啊 已經被黑騎給抵消掉了 反而成為黑騎的一個外視 那這樣子這個感覺就會感受到 這幾步騎的一個威力啊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再多擺幾個變化圖好了 就是這個時候白騎如果不防守這 白騎如果防守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我不讓你飛壓 那黑騎呢就會打入進去 繼續威脅你這個段 那這個地方呢 也跟剛剛一樣就是 如果你想要在這邊試圖衝出來的話 其實都把這邊的氣給貼緊了 所以白騎呢 可能也是只能無奈的把這個形給接起來 然後呢 黑騎再把這個頭給震上去 白騎可能要防守一個 走這樣呢 其實大家就可以看到 就是也是一樣 這幾下呢 就已經把白騎原本白茫茫的一個外視呢 已經給抵消掉了 這幾步騎如果要直接來 其實也不好攻擊這些騎子 所以說面對這個騎啊 是實在非常的精彩 我們回到前面來好了 好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 當初白騎可能這邊也不知道怎麼應對的時候呢 他實在是選擇手把 那如果 當黑騎下來這的時候 那白騎如果是選擇強攻黑騎的話呢 因為畢竟這個白騎的一個外視啊 他總是應該要有一些作為 才就是有面子嘛 好不然我這走的一排外視 結果就被你這樣子三兩下就只抵消掉了外視的潛力了 白騎呢如果採取強攻黑騎的話 那黑騎要怎麼辦呢 我們也可以簡單來擺一下 就是這個地方呢因為始終有一個斷點 所以黑騎在這邊呢 就只在威脅這個地方的一個斷點 可以利用這個斷點 就是在這邊的行騎呢 會比較有一些味道 好例如說黑騎實戰呢 就走這個 他也不是要直接斷 就是隱隱約約的威脅你 好那白騎呢可能就要防守在這裡 然後呢黑騎再打入進去 接下來就跟剛剛一樣 因為這個地方還是有個斷點 所以白騎呢也只能無奈接騎 然後黑騎再把這個騎陣上來 走出來 然後呢白騎防一個 然後呢黑騎再飛一個 好那提取進行致詞 也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好像其實這個當黑騎下在這裡的時候 好像白騎其實沒有什麼太好的辦法 可以對黑騎進行有效的攻擊 所以從這個點之後呢 到這個點 其實就可以看出來這個 阿發哥斯伊羅強大的奇感 在這個地方直接就破掉白騎的一個外事 三元神 三大神 三大神 召喚了 相棒 這是我的全力 走法 所以說面對像這樣一個局面阿 其實我覺得這個白騎13走這個變化 可能有這樣子的一些變化吧 所以像這樣的下法其實已經越來越少見了 現在更多的選擇可能會考慮走這個 或者是考慮走這個 又或者是說你走這個的時候 我就一定要把它連搬下去 好那就是氣質轉到腳上去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一個選擇 好所以說今天的這盤騎呢 我就分享到這邊